友欣姐最近在臉書上 PO出三十幾年前的照片 說引起大暴動 你看 是不是沒變 真的沒變 對不對 我自己都沒有這張照片 這個 這誰PO出來的 是誰不小心找出來 然後丟給妳對不對 對 丟給我 那這個叫回憶煞吧 大家共同的回憶 共同的回憶 妳在幹什麼 我在拍戲 然後是一群大學生 開南的大學生 他們就來探班 然後就拍了這個照片 對 這個回憶拍戲那個時光 當年 這多少年 友欣姐 您出到 好像那個照片上寫 是三十八年前 三十八年前 是不是沒變 真的是沒變 真的是沒變 有 一定有變 變得更智慧了 對 對 是 以前是翠山 現在一好了 一好了 所以友欣姐 在當時是瓊瑤劇的 御用女主 御用女演員 好可愛 對不對 那個就是翠山 大家 對 對 翠山 翠山 翠山的台詞 最重要是什麼 翠山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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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嘉靖 對 這什麼戲 這個是我得金鐘的戲 玉女神笛 這個不是 這個是包青天 這是我兩個學弟 是 宋一鳴 宋達鳴 是 然後上面是玉女神笛 就得獎的 對 得獎的 所以友欣姐 你那個時候回想拍戲 那一段時光裡面 你最感謝生命中的 兩位前輩 就是兩位莉莉 對 兩位貴人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陳莉莉 莉莉阿姨 小王爺 小王爺 對 她就是演男主角 那我們就一起談戀愛 那我在17歲的時候 跟她演那種愛情戲 其實我不懂 在我的人生歷戀裡 也沒有談過愛情 那剛好她是女生 她教我很多小女生的內心戲 然後因為跟她對戲 她還教我怎麼走位 怎麼不會擋到別人光 怎麼樣去記台詞 怎麼樣丟戲 戲要丟來丟去的那種 所以真的是讓我 一檔戲下來 我就是收穫良多 是 尤其是跟女生談戀愛 對 因為很難演嘛 不是 你們跟女生談戀愛 也很難演嗎 如果說她把你當成 還是越看越討厭 沒有 她如果把你當成女的 就不好演 對 所以她如果把你當成男的 那我們是很難的 對 所以她就會很投入 很釋放 對 你不怕 就不會那麼害怕 我如果當時跟篤林哥演 對手戲 我一定會臉紅 心跳 那個戲都不自然了 因為小女生嘛 情鬥粗開 沒有辦法去 可是我跟莉莉阿姨 我就這個隔閡沒有了 就是很自然 很快地進入 那就真的是變成是純表演 對 很快地進入狀況 那你說兩個莉莉 一個是小王爺陳莉莉 另外一位是 劉莉莉導演 對 劉莉莉導演 就是讓我進入 求饒的世界的另外一個恩師 就是華視要拍幾度夕陽紅 對 那時候 這是瓊瑤女士 第一次在電視台拍連續劇 那時候我接到電話 她說要找我 拍瓊瑤的連續劇 我還想那個詐騙 瓊瑤怎麼可能拍連續劇 她都拍電影的對不對 對 那時候剛好好像是跟 公豐爸爸在一起 在一起拍一個消息一朗 我就問她 她說對啊 有啊有啊 我要去演那個 極度向紅的爸爸 然後她就說 那你跟她見面 跟那個劉姐見面 然後我就 就這樣子結了這樣子 可是她要找妳 第一次找妳演的角色 竟然是翠莎 沒想說 不是 第一個 極度向紅不是翠莎 我演秦翰的女兒 翠莎是第三部瓊瑤的戲了 我是一連貫 那個翠莎超紅的耶 對啊 啪 啪 啪 真的超紅的 其實那個戲 其實我沒有可以參考的人 對不對 像我們如果演什麼古裝戲 比如《紅樓夢》 你可以去看人家的 前面人家拍的 可是翠莎 是庭院生生 那個原著改編的 原著裡面 也沒有翠莎這個角色 她原來沒有這個 那誰神來一筆 對 我們瓊瑤女士 她把吐絲花裡面的一個角色 衝過來放到庭院生生裡面 因為她要做40集 她覺得原來的故事 不夠40集 不夠級 所以就把它加進來 所以劇本整個重感 重新寫過 所以就應援忌諱 那妳沒得模仿妳怎麼 我去起字班 劉姐帶我去起字班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就是好朋友家 有一個這樣現象的人 然後我去看他 跟他相處一下 對 那算很難演 對啊 所以我說我一好了 一好了 我常常講我沒有演 我就是很開心地去玩它 我只是真的很投入 對 我就開心 對 我演那個戲是最開心的時候 其他的戲 大家都知道 我每天都要哭什麼的 壓力很大 可是演那個戲 我反而很開心 我們永馨姐 叫姐姐可以嗎 可以 大學姐 她真的是在這一路上 就像我碰到楊麗花 是我的貴人 那她剛剛說 兩位莉莉 兩位莉莉都是妳的貴人 那我們想要請問一下 蘇恆老師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農曆年前 會有貴人相助 哎唷 貴人相助很棒 對 說到貴人相助 其實我要感叹一下 因為我面前坐的都是 曾經的大美女 然後都是我們以前 在電視上面看到的 今天坐在這裡 真是魚有榮焰 好 那麼我們提到貴人 我們相信 每個人都需要貴人來幫忙 所以在下半年度 我們的貴人最棒的是 哪三個生肖 當然希望觀眾朋友 都有命中 好來 第三名的我們來看一下 是數碼的 數碼的 她會在哪一個部分 有好運氣 有貴人運 貴氣十足 歡喜鼠千 也就是說 她的貴人運在長官員 那麼她可能在最近 在工作上面表現得非常的好 那長官呢 可以給她這個叫做晉升 或者是加薪的機會 讓她覺得非常的開心 博士文老師 要特別提醒你 在開心之餘 有的時候在行事方面 可能要再低調一些 因為你發現 你很開心的時候 別人沒有被加到新的 就會很傷心 對不對 所以難免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 人在你後面議論一下是非 那這種議論的感受 不會讓你太好 所以在你歡欣加錢的時候 也要顧慮到別人的感受 我們看第二名 第二名的是我們鼠牛的朋友 鼠牛的朋友開心了 我跟你說 魅力無限 人際旺盛 因為在這個下半年 有紅鸞星進來 那麼紅鸞星象徵就是 你現在看起來呢 會特別的迷人 所以變得是說 第一個呢 異性很容易成為你的貴人 尤其是你會長久覺得 這個你本來就很想要去 堪行什麼事情 本來就覺得 我有一件事情呢 希望別人來幫忙 那麼在這個下半年度 你就可以借著 這個異性朋友 不管是年紀大的 年紀小或是平輩的 都能夠幫你完成 這樣的夢想 那麼還有一個喔 屬馬的在這個下半年的 偏財運還不錯 所謂偏財運就是 可以去買一兩張呱呱樂 來試試看手氣 你會發現好像可以 種個小額獎金 來幫大家 或是幫自己啊 買一些小用品 那就會很開心 所以這個是屬 真的是屬牛的人 我們今天在下半年度 可以特別為他的生命加分的重點 再來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我們屬雞的 牛屁喔 屬雞的恭喜喔 屬雞的呢 太棒了 有兩顆大吉星做進來 就紫薇龍德 喜迎天佑 那這個大吉星呢 迎進來的叫做大眾園 什麼叫大眾園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你特別地收到大家的歡迎之外 如果你希望可以出國 進修 移民等等 像這種比較大的決定 都很適合你在下半年度來做一下 那麼希望在下半年呢 大家不只有貴人 而且還要有好運氣 那麼來看一下我們對面的 就是我們對面的這兩位美少女 其實說老師這邊 有特別看一下你的生肖 那麼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小薇的 小薇她是屬龍對不對 那麼屬龍在下半年度 有一個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常常要跟一些 聽不懂你講話的人溝通 所以的時候 你在講話方面要特別地費心 就是要用能夠跟他們溝通的語言 然後來好好的講 可是這裡還OK 因為她真的非常有耐心 對 她很有耐心 然後呢這個 但是在下半年度 這會是她一個很重大的功課之一 那麼在財運部分的話 會叮嚀你說不要太衝動 也許在下半年度 保守投資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理財管道 然後呢在我們的 另外一位美少女永昕 永昕是屬兔的 其實屬兔的 在今年一整年走的都是大紅軟運 所以今年的那個 不管是對外的人際關係 或是對內的一些 就是跟另外一半的相處 都是挺好的 不過在下半年度 我們要叮嚀一件事情 就是也許你會覺得 你的工作或是你的生命 走到了一個需要抉擇的關卡 或是需要改變 或是需要呢 你覺得暫停下來 聽一聽別人的聲音也好 也許在下半年度的 你覺得暫停一下腳步 去吸收新的知識 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那在財運的部分的話 其實好好理財 會有很好的結果 下半年度的財運 是挺不錯的 先恭喜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讓我來自身 заг bitcoin 見不遠 明知道 莫來自身 和棺公 剩